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国会的 我一直称为国会山女巫 国会山巫婆 这个佩洛西对台湾的窜访 带来的这种跌宕起伏 其实说白了吧 作为身临其境的人的时候呢 就某种意义上我自己进行 又进行了一次确认和体验 从国家安全战略 国际关系之间 国际关系大国之间的这种博弈的角度上来说呢 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啊 进行所谓的理性人假设 Rational Act 然后要从利益出发 是从情绪出发 要根据利益的计算 两害相权取其轻 两利相权取其重 这样的一种粗糙的概略性的理性人原则 包括你如果你要这种精准的这种量化的模型 去进行计算 你要复制 你要赋予数据的这种上限和下限的预知等等 似乎排除情感和情绪是件很容易的事 但其实不是这样 这个 尤其是调动起来的情绪 就是任何人情绪被调动起来之后 一旦出现短促冲击 其实大家所有的人回顾一下 就整个持续的这个时间的长短 在几天 在几周 在几个月 这样一个时间 当然无论是几天 几周 几个小时 甚至几分钟 这对于一个人来说 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经历情绪的巨大的波动 这也是 这几天 我没有做那个视频 当然不是 我绝对不会承认 因为我懒了 我一定是 告诉你说 我有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 就是说我不太希望成为这种纯粹的情绪性的输出 我在我情绪巨大波动的时候 我尝试让自己转变情绪 当然现在情绪很好 不好意思 现在已经是叫昨天了 录的时候 对 我录的时候已经是到了星期五的凌晨 星期四 大家看到了我们对于佩洛西串访台湾给出的强硬的国家安全领域的一个信号 我们开始了系列的军演 第一天 最引人注目的 当然 就是一个叫远火 远程火箭炮 传说中 射程 最远到500公里 有人说可能鬼斧神功可以到700公里 不是说那种邪班的东西 正常大概三五百公里的这种远程火箭炮 第一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然后 常规导弹 地对地 常规导弹 展现在世人面前 然后非常清晰的 在新闻当中提到的两类科目 两个区域 第一个叫对台湾海峡东侧 进行精确打击 位置台湾海峡没有过岛 这边是岛 这边大陆 中间是一个海峡 东侧 精确打击 好 这是一个 第二 星期四的下午 若干美导弹 对 它的术语是 台岛东部 不是台海东侧 它是台岛台湾本岛 东部 三个区 啪啪啪 然后 进行的叫什么呢 叫精准打击 和区域拒制 Access Deny 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 正式说出 Access Deny 说我这个测试 就是一种区域拒制 真正叫做一个手 或者是两个手 数得过来 然后呢 我们的 御用摄影师 日本的 自卫神 日本的防卫神 让你画线 基本上你看到什么呢 上 中 下 三片区 这三片区里面呢 其实就是什么 就这一轮 揭开这个序幕 这是一次演训行动 这是一次演训行动 这次演训行动的区域分六块 把台湾整个围在里面 而且顶穿 所谓台方 自己声称的 所谓的领海线和领空 就全部都过去 更不要说台海中线 全部都过去 顶进去 就是什么 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将来 满足 反分裂国家法 启动的条件 满足 使用非和平的方式 去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我可能呈现的一个态势 我可能呈现的一个态势 然后 围起来 里面围住 外面切掉 你这美国 说穿的就是美国有这种持缘能力的 你过来 怎么把你拦掉 然后上来 鲜身夺人的远程打击 远火 精准打击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它射程远 然后 以它的这个数量 可以 极大的提升 就它不是导弹 它比导弹也便宜 然后这东西可以进行精确打击 在海峡里面的所有目标 我可以精确打击 你任何船飘在海峡里面的任何部位 我用这东西给你洗一遍 精准的洗一遍 然后只要射程够 在我射程覆盖范围之内 我精准的给你洗掉 然后区域巨制里面 上中下三块是什么 上面下面南北两侧 就是台湾岛的两个主要的港口区和航线区 同时也是什么 就是美国这种海外干涉力量 可能持缘的路线 两条一上一下两条 包括日本如果想搞事 在这个方向上去掉 在你进来之前 你的船团我先用洗一遍 那么台东有一块取孤零零的 既不在上面也不在下面 差不多在中间放在那 那个是什么呢 大体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美国的兰德公司为代表的一批智库 在探讨美国用军事方式介入台海 各种想象的场景中 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 美方的胜算比较高的一种方式 他的航母战斗群就在我们那个落下的位置 在台东台岛东侧停转 展开 展开了以后呢 航母上面的电子战和战场能力飞机 啪起来 在从加首纳和菲律宾克拉克一南一北 援助的这个电子侦察机的这个支撑下 然后他这个战场态势控制呢 从台湾海峡中心线开始 然后整个这个半球包裹起来 间接提供信息链的支持 他甚至这个信息探测 可以探测到福建厦门一带 然后他的辅助杀伤 甚至是直接杀伤 就截断你的这种渡海作战 传统意义上的两栖作战 两栖渡海作战 你的船团过去的时候 他在台海中心线把你划一刀 大断你的整个兵力输送 让你的波磁去不上 在传统登陆作战当中 这是最知名 而且呢 当时他们讲的就找到这个位置呢 是什么 就是你大陆的飞机 如果从两边绕 从空中去攻击我的这个航母 你航程不够 作战制空时间不够强 而如果你要穿过本堂呢 比如说你打到我航母之前 台湾岛上的这个防空火力 可以对你进行一次有效的上伤 那我这个航母前面 等于说就有了一个防空壁垒 当然你要破解他 其实也很容易 你有航母舰队 就可以停到这个位置 跟他打对攻 而且你的航母编队 可以得到你这个远程精准 投送火力的支撑 所谓的access deny 就是我确保你进不了 这个预设站位 deny了 不让你进来 我画一个圈 画一个四边形 画一个框 这次发射当中 当然已经出现的视频画面当中 展现了我们这个公路机动 地对地导弹 快速发射 机动发射的这样一种能力 这是什么 这是第一天上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 但是现在第一天 大家视线都聚焦在这上面 然后第一天还出了个乌龙 或者是因为乌龙 或者是因为笑话 我说的是网上一些搞画本的 盯着一句话什么 他说我们导弹测试完了之后 我们发布新闻稿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相关海空领域的管制解除 一帮人就拿着这句话 去做什么文章呢 他把海空区域的管制解除 解读为 我们把导弹一扔 演习就结束了 但是他们开心就好 混这种饭吃的人 那也是越来越不上心了 把他当傻子 或者说 把他以为这个阅读能力和理解水平 跟他们是一样的 这是什么 第一波 我们这次就给你看 这波是什么 就是传递出非常清晰的信号 这信号核心层面是什么的 核心层面有这样 就在台湾问题上 以佩洛西串访台湾 这个串访 是你蔡英文去勾的 去请来的 去给了钱的 让公关公司去游了税的 弄来了以后 我们认为 这给出了一个极其恶劣的信号 你踩踏到了这个红线 一群人在外网调 是说 哎呀 别人有弹性的红线 要把是打呀 那几个小时 哎呦 妖魔鬼怪 好 现在我告诉你 我认真地跟你讲 我很生气 然后怎么办呢 我不跟你说了 我开始做动作 第一 台海中线 Game over 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家有没有了 不管是50年代 第一个 就是美台共同防御协定里面 所谓的放奖出笼和中立化 所谓的放奖出笼和中立化 前面讲到过 就简单回顾一下 就50年 朝鲜战争爆发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 第二天 杜鲁门直接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海中线 就进驻台湾海峡 他们当时美国人给自己找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说阻决海峡两岸的人互相攻击对方 就是他不同意 他认为说 我当然挡住了这个共产党 不让他来打你 你讲解释也不去打他 我这个拦开了 拦开了 这当然不对 这是我们这个领土和主权的这个粗暴干预 直接就这样下来 台湾问题就这样产生 后来呢 签了美台共同防御协定 我们一天称之后叫美奖共同防御协定 这个美奖共同防御协定里面呢 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叫什么呢 他们叫 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史学上的这个表述的论战史 欧美国家也是这样用这个词的叫放奖出笼 放奖出笼 把一个奖从笼子里面放出来 党狗处理 然后呢 但是呢美国的政策叫什么 叫放奖出笼和中立化 那中立化就说 当时呢就是他 这个美国领导人下令 我不再阻隔 就是你们互相之间这样倒来寒出 我不再阻隔 但实际上因为当时的这个实际能力的这个限制 这被理解为就是 更多的有利于蒋介石采取行动 对大陆进行攻击 并且呢 当然是也有人传讲 你就可以想了个很美的招数 反正你这个 你美国人在这边拦着嘛 对吧 那相当于我这个盾了 那我这边是安全区域对吧 然后就跑出去 跑出去以后 我去招惹共产党 招惹这个大陆 那肯定干不过呀 啪啪逃回来 那美国人说 你好你很开心是吧 你动不动就去招惹别人 我给你擦屁股不好意思 什么叫中立化呢 就是说台湾海峡中立化 就是说 把这个他中间美军 驻守的那块区域 定义为中立区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这个中立区本质操作 就老蒋大概掉 连排级的兵力吧 就要得到美国的统议 要审批的 所以呢 当时的史学家就这么说 放蒋出笼 然后在蒋介石脖子上 记了一条名为中立化的皮带 狗神 就抓过来 然后到了58年 823炮战 炮击金门 然后当时美国国务卿 杜勒斯介入 庄菲尔德国防部那边提提案 然后在美国的这个应对响应当中 就大概的方案都有了 就是用空军 用海军 海空优势力量轰炸 尤其是如果大陆表现出了 就是要攻击台湾的迹象的话 那么轰炸 他们这个厦门和福建的这个边缘集结地 包括使用核武器 战术核武器 包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把这个战术核武器 203毫米火炮 部署到了金门这条线上 金门岛上 但是呢 当时 都勒斯 美国的国务卿都勒斯 奉行的所谓的这个战争边缘政策 台湾中间的有一个核心要件 就是要画一条战争边缘线 这条战争边缘线呢 就是第一 它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说你不会因为不知道这条线的存在 错误的跨过它 就误会 你不想跟我打 那我告诉你这不要过 然后你过了 其实今年不想跟我打 那就这么错误的打起来 第二个呢 就是它可以很容易被观察到 不容易被误会 不会被各种各样的意外所扰动 所以呢 美台共同防御协定那些东西 就促使杜勒斯做了第二件事情 就是杜勒斯宣布把台湾海峡中心线 作为战争边缘线 所以台湾海峡中心线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当大陆的海空军事力量 按照杜勒斯的想法 这个越过台湾海峡中心线的时候 美国就可以进行 前一阵子 前两天我在微博上挂了一个 就老外的说法 有人在那说 大规模报复 什么年代来的 这样大规模报复 多的是讲就是你 大陆的海空力量 一过台海中心线 美国就有权进行大规模报复 这个大规模报复的含义是什么 就我可能一上来 我连常规武器都不用 我直接战术核弹就认过去 但要做到这一点呢 就是他要说服蒋介石 做一个方案 就台鹏换金马 就金门跟马祖的将军要撤回来 这个后来的眼镜大家都知道了 金门马祖没有允许撤 大陆这边毛主席也改变了 他原来的策略 就把演化出了所谓的角锁策略 就把这两个东西把它牵住 不让整个台湾和澎湖 整个脱离掉 这样一些措施 那么后来在事实上 基于某种默契 国际关系当中是有默契的 国家与国家之间 基于客观的力量对比 基于利益诉求 它会形成一些默认的行为规范 这种行为规范 有助于降低国家之间的 这种交易成本增加性 那么呢 就是说一般情况下 除非特殊 否则我们就不 就是也因为技术能力 反正客观上有一段时间 台海中线被认为是一个 大家心照不宣的存在 这个没什么话多说的 就是历史上客观上 有这么一个阶段的 也不丢人 实力确实相对比较弱 那么后来呢 就是在中美关系相对还比较好 而我们的实力又起来 可以已经过台海中线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种局势 我们采取一种比较务实的态度 我们不去主动触及这块 避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 这种信号干扰 整个的这个节奏 倒不是说怎么样 就是自己的发展 是有一个节奏的 避免诱发 别人对你的误解 尤其是有一些人 刻意在制造 对你误解的时候 需要保持这么一种 两性的信号环境 但是这一次 不好意思 中线正式退出 第15台 Game Over 有人做了个图 什么图呢 就是把这次的演习区域 和1995年96年 由于李登辉两国论所诱发的 所谓第三次台海危机 他的演习区域 做了对比 就发现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我们六大演习区域 现在我们确认 我看到的中国方面发的 就大陆这边发的这个消息 就解放军发的消息 还是官方发的消息 还是就是六块区 我们就以六块区为止 每一块区域都超过了 没有了 不存在 你看这个仔细的精纬度 他给出了非常精准的一系列坐标 几度几分几秒 直接顶进了哪里 顶进了台湾所谓的领海线 所谓的领空 导弹这个东西出去 不是说圆火这个东西 其实就直接打穿掉 圆火的射高是有限的 不像导弹打那么高 你在说在大气层顶端 或者说就大气层 就是简单一行 你可以装认为这个导弹 是在你领空外面在飞 在圆火这个东西 领空跟领海 没了 所谓的这个 没了 正正实施一巴掌 删得干干净净 而且进行什么 航空管制 出入管制 我今天在搞演习 什么时候可以进 什么时候可以出 我给你时间 你要进去 你要出 向我申请 这是什么 行事主权 这不是信号 我事实上 对他这个地方 行事主权 这个地方 用这种方式 去行事主权 就是我事实上 对台湾主权的宣示 实质性的 这样一种句 然后 从实力对比上 今天 我们直接拿出的是什么 反巨制 反干涉的原火和导弹力量 这种原火能打得这么准 这个导弹能够打得这么准 我们的空天地一体的指挥支撑 战场态势干支 网络系统 在那 默默地发挥着工作 而这 仅仅是第一天 明后天还没开始呢 暂定三天嘛 会不会延长到四天 台湾那边 已经说 你要延长 还不少 等通知 对吧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不管是 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 中国自身崛起和发展过程中 一个 历史性的片段 一个历史性的片段 今天讲演习第一天 其实我 更多的 其实是属于那种 收拢情绪之后的 一些 感受性的交流 后面的深度分析 我的初步的一个构想 肯定是会形成一个系列 这个系列 会贯穿 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思想 看看后面大概 军演 后面还要拖两天 至少两天 对吧 至少这个每天的这个军演 根据他的这个主要节目 去讲一讲 他地缘政治和背后的 这个大国战略稳定的 还有这种战略性博弈 事实上是中美之间 无声的可控对话 这个毫无疑问 是一块 至少可以讲两次 大家看 后面怎么收尾 然后 另外一部分内容 讲什么呢 就是讲大体上 以 佩洛西 这次从 最初台方去 策动 邀请 然后他 接受邀请 放消息 扬一次 再放消息 强冲 然后冲完之后 恶行 串访 这种串访 然后离开 离开之后 伴随军演 各方 评估 长期影响 做这么一个 总体性的分析 那期如果 估计 那肯定是 就是至少两期的 那个 军演的 就后面就 加这一期 两到三期 军演的事情 结束之后 可能 允许的话 可以安排 直播 就是系统性的 抛析一下 这抛析里面 会贯穿 一个主题 就是这次 围绕 佩洛西 串访 台湾 所展开的 战略博弈 是中美之间 持久性 战略博弈的 一个缩影 和一个 典型案例 他提醒了我们 很多事情 就再次提醒了 我们很多事情 让我们 意识到 全面 充分 准确的 认识和理解 然后用一种 相对理性的 眼光 去认识和发现 一起探讨 一些这样的问题 最后嘛 如果那个时候 弄完那期 直播以后 可能专门 有一些 更加个人的 这种方式 跟大家去 沟通和交流一下 我自己 某种程度上 是一种共享 就是我自己 在看待 认识和理解 这个问题当中 这个情绪 和认知的变化 促进我 发生波动的 一些根源 一些因素 产生这种 波动背后 可能的激励 我自己对自己 一种解释 然后 在 我作为一个 国际关系的研究者 那么 以一种准实实的方式 在那边观察 这件事 的时候 我 从中 得到的一些 体会和感悟 希望 我现在 我还需要一些时间 去沉淀 然后再去 整合加工一下 所以到时候 可能跟大家 做这样几个方面的交流 那无论如何 作为这个 军演的 第一天 我们看到的是 大陆展现 这个有效的 先进的 新锐的 远程精准打击活力 一种远程精准 打击活力 相比 1996年 使得我们在 整个海峡 两岸关系问题上 事实上 所具有的 这个优势地位 或者说 这个所处的位置 发生了重大的演变 发生了重大的演变 这种重大的演变 往往 会意味着 更大的战略主动权 但同时 大家同样 清晰地认识到 无论是台湾问题 这个 就中国的统一 包括中美战略博弈 包括中国自身的 整体性的发展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等等 它从来都不是 仅仅依靠单一要素 就能解决的问题 它整体上而言 是国家之间 战略能力和战略体系的 这样一种 总体性的较量 和这样一种博弈 这种较量和博弈当中 在某种程度上 就像 大家看到的 很多体育赛事 有很多运动员 堪称一生之敌 互相之间 竞争一生的对手 那他们竞争的 这个最终看的是什么 是排行榜上的积分 假设一般情况下 而这些积分呢 是通过不同的赛事 在赛事里面 一场一场的比赛 去获得的 对于中美两国来说 比较这两个运动员 他看的是什么 看中了更多的是 他们的排名 当然某一场重大赛事中的某一场关键的比赛 如果他们撞上了互相搏 也很重要 但是这一场比赛 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不能最终决定 他们之间 这种整体性竞争的最后的结果 你不排除有这种历史决定性的那种意义和瞬间 大多数情况下 有的时候 这些短促冲击更多的聚焦于心理认知和情绪的层面 以及时间点和维度 如果你发现时间冻结在那一刻 你可能就此认为 彻底这个游戏就已经结束了 但事实上是不会冻结在这那一刻 第二呢 对于中国达到今天这样体量的这样一个国家来说 即使是如美国 要想自己零成本 低成本 就不用太严重的情况 就可以把这边中国一击kick off的这么一种东西呢 大概率也不存在 如果有的话 像Trump这样的难能可归出现的美国大统领 早就已经使用 没有的声音 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以上是第一天的一些感受 我努力控制住了没有效 但是我想这件事情 可以帮助大家 应该进入更多系统性的思考 能够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内 去理解这样复杂的事物 并且尝试用推演 多场景 多结局的这样一种假设性质的讨论 帮助我们去更好认识和理解 这一类的新闻 以及解读它背后所传递的信息等等 这样一些问题 那你不需要每一个人都想 就是以此为职业之类 或者说一些非常专业 但是你在此过程中可以 更好地去行速 塑造自己的认知的这样一种能力 这样一种分析的框架 更好地帮助你 以及真正意义上 独立的思考 去看待和理解重大的信息 这对于生活在今天 这样一个碎片化信息充斥 甚至可以说泛滥的这么一个时空条件下的个体来说 是极为至关重要的 好 以上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